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同學 謝謝大家可以在這個時間 出席我們加巴中心學習促進組的工作坊 我是學習促進組的主長 坤達 今天我們很謝謝可以邀請到鄭偉鄭老師 他願意在這個擺盲之中 特別是我們學習快要結束了 老師還願意這樣子來跟大家上課 今天我們請鄭老師來跟大家介紹的課程 是資料的一個視覺化的課題 大家知道說各位同學 不管你們是什麼研究領域的一個專業 你們都會做研究 就會產生很多的資料跟數據 怎麼樣把這個資料跟數據加以整理分析 最後就是要做圖餅這樣 讓這個數據更加的容易一目了然 而且讓它變得很有意義 可以很快地傳遞給你想傳遞的這些讀者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鄭老師他的專業就在讀書館相關的資料的結構化 把它分析整理 然後把它加以視覺化 鄭老師不只是研究做得很好 他今年也獲得了教學的優良教師 那我們今天非常很高興可以邀請到他 謝謝鄭老師 謝謝李老師 謝謝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圖書資訊學系的助理教授鄭偉 今天的工作坊應該會有別於同學所期待的演講 我們的互動環節是稍微多一點點的 所以同學如果旁邊剛好也有其他的學員的話 這樣非常適合 因為等下會有一些環節跟前後左右的鄰居互動 但請放心就都是 就是維持在跟資訊視覺化相關的討論啦 那另外一方面 今天其實各位同學可以看到這個教室 有不少從各個學院來的同學 今天我參考了出席的名單 一共橫跨了11個學院 所以其實今天在這個教室裡面 是非常的多領域 非常跨領域的一個場合 那今天我所使用的例子 是相當的生活化 我將會使用一些包含銷售啊 或者是一般公司裡面使用的例子 這樣比較不會就只限於單一學科 然後同學比較少共鳴 所以今天的例子都會是比較生活化的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資料視覺化的工作方 那也期待從生活化的例子中 為各位同學介紹資料視覺化的原理 然後甚至讓同學可以應用在自己的研究 或是碩博士論文的寫作當中 那好 首先謝謝剛剛李老師的介紹 那我在大學部主要教學是資料分析與視覺化 以及在新學期跟資管系的孔令傑老師 會一起開設資料視覺化與機器學習相關的課程 那其他我在圖資系的研究領域 是偏開放科學 然後還有開放資料等等的研究 好 那事不宜遲我們就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看到相當多位同學都帶了筆電 我覺得是滿適合今天的實作的 我們也會設計好幾個環節 讓同學真正有機會實作到資料的視覺化 好 首先我們想要看到第一個案例 想要從第一個案例開始 是同學可以看一下這個截圖 如果同學有下載投影片的話 可以看自己投影片中的數據 假設今天的第一個案例是企業所收到的傳票的數量 他們有一些需要請求動作的一些request 一些要求 在2019年的1月收到了160張 然後160張都處理完畢了 在2月的時候收到184張 好 那同學可以觀察這個數據 如果是從這樣子的表格式或Excel式的風格的話 我們必須逐行逐列的檢視 那如果畫成了圖表呢 畫成了圖表 我相信一般的做法 同學應該可以想像就把它畫成這樣的圖表 那用軟體呈現的資料圖表 把剛剛的那個表格就丟到Excel裡面 直接插入一個直條圖就好了 我相信現場各位同學在做實驗 或者是跟老師報告數據的話 大部分的同學應該都有能力自己這樣做 所以今天這門課絕對不是讓同學帶著這張圖離開 我們不是要教各位同學如何把資料轉成圖表 因為把資料用軟體呈現出圖表 這個大家都已經會了 而且甚至有些同學一定也會使用繪圖軟體 標上一些數字的標籤 然後去調整它的字數 然後甚至把圖裡的顏色都改變 這些是大家都會的事情 那今天的課程要讓大家是 真正的了解資料的本質之後 想出資料的故事 首先我想要請問同學 就是這個圖表上面 我們看到什麼樣的特殊現象呢 我們大家在心裡想一下好了 我們給大家幾秒鐘的時間 大家觀察這個傳票數量收到跟處理完畢 不知道大家心裡覺得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哪裡 我的話我覺得好像八月的這個部分 我來用一下這個 八月的這個部分 好像稍微收到傳票數量比較高 但處理完畢產生一個落差 之後都好像有一些落差 從大概七月開始跟不太上 然後從四月的時候 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必須要很吃力的 要讀圖表上面的數字 才可以感受到這樣的變化 所以今天要告訴同學說 這樣子的做法 是做出了一張資訊圖表 但不會是我們課今天的本意 我們希望同學今天離開這個課堂 是可以再用資料說出更好的故事 一目了然看出資料所呈現的背後意義 那今天展現給各位同學的這個案例呢 真正如果再畫點心 細心的處理這張圖表的話 可以是畫成這樣的 我們用兩張 我們用一個折線圖 然後告訴我們的主管 或是我們想要報導這個資訊的人 告訴他從五月之前呢 傳票的數量都是處理的要求 跟最後的處理 是追得上的 是打平的 但從五月開始 開始有裂縫了 收到傳票的數量 是大於處理完畢的 到了七月到八月之後的 那個裂縫就變得比較開 之後可能會難以處理 所以當我在跟主管呈現這張資料圖表的時候 其實我隱藏一個很強烈的需求是 請主管再聘一位員工吧 因為有兩名同仁在五月的時候調離 之後那個收到傳票數量跟處理完畢的數量 就讓裂縫就越來越大 至今進度也許還是落後的 那用這張圖表就是要表示一個決策的輔助 那希望讓各位同學用一開頭的案例 來想一想資料 原始資料轉成圖表的時候 加上一些細節跟加上我想要貫徹 引導或者是支援決策的資訊之後 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是我教學團隊很喜歡的一張圖片 我覺得在今天的場合 或許可以用來解釋 其實資料視覺畫就跟畫一隻馬很像 就大家都會畫兩個圈 然後加上脖子跟腳 然後加上一個小馬的臉 再加上中毛跟尾巴 欸 然後再加上一些細節就畫好一隻馬囉 所以我覺得資料視覺畫的學習跟精進 其實有點像是這個最後的步驟 那各位同學今天就是來學習 這些最後的一些些細節 所以在一開始就想跟同學一再一再的說 用圖表呈現資料是不等於資料視覺畫的 那有效的資料視覺畫是應該要 就是做這最後幾個步驟的細節手法 然後他可以決定資訊圖表傳遞怎麼樣的訊息 好 那我們開始囉 一開始我們將會從最最基本的變數形態來開始說 已經有在做實驗或是做實證研究的同學 絕對變數的概念應該不陌生 那比較陌生的同學變數 他其實是一種屬性 我們在測量我們周遭的環境 或是我們跟我們研究難題相關的數據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直在觀察他的變量跟他的變化 然後把他記錄下來的一種屬性 那我們今天的結構將會以變數的多寡來開始 那常常會有人覺得基本圖表太簡單 看起來不酷 所以要追求更複雜的圖表 但是其實在學術寫作環境裡面 越簡單跟越經典的圖表反而是經過千錘百鏈的 這樣是很容易讓人理解 然後易懂的 好 首先叫做單一變數 如果今天的變數只有一個值 從頭到尾舉例來講今天很多生命科學院跟生農學院的同學 假設我今天要計算從頭到尾一種細菌陣落的技術 我們去計算他的數量 一個苦瓜的重量 或者是從頭到尾一個人他測定跳遠的一個距離等等 從頭到尾都是一個數值的話 常見的就是直方圖 Histogram 折線圖 Light chart 跟核須圖 那以我自己在學術領域來講 經驗逐漸增加 我發現核須圖的量向好像逐漸減少當中 最近10年20年已經非常少看到核須圖在學術文獻上出現了 因為這些中位數啊 或四分位這些訊息似乎用文字來表達 然後大部分的學者可以領略到 好 那折線圖他其實也是單一變量 同學看他雖然有XY軸 但是他的X軸蠻多時候都只是一個順序定量的這樣子 持續的變化 就是第一個觀察點 第二個觀察點 第三個觀察點等等 所以折線圖其實也是 可以被算成是單一變數的 好 那直方圖很常跟長條圖搞混 長條圖的英文是bar chart 他是非常萬用的一種圖表 事實上雖然我本人就是 平常的興趣就是研究多樣的資料圖表 但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時候還是非常喜歡用bar chart 那長條圖跟直方圖在大部分的繪圖工具中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功能 要在長條圖跟直方圖中間調整很簡單 就是去調整他中間那個白色間隔的大小 就會變成就是那個gap width 就是如果把那個寬度調的像0或是0.1的時候 他看起來就會像前一頁的這個直方圖 描述單一變量的 那直方圖跟長條圖的差別 各位同學應該蠻熟悉的 一種是表達類別資料嘛 就是如果是藍色、紅色、黃色 他們沒有一個連續的觀察值的話 這種就必須要用白色的間隔 或者是透明的間隔把他們分開 它是用來描述一個變數中不同種類的數量 那各位同學也可以看到這些圖會有變化 那像剛剛的這個直方圖 假設我們是用它最頂端的那個量 然後我們把它連線起來就會變成折線圖 但同學千萬要記得就是長條圖可不能連線 就常常會有看到一些新聞中 或者是出版品裡面有誤用這種 把長條圖用折線連起來的狀態 但其實裡面也是會有一些灰色的空間 像是四季春夏秋冬 其實對大部分的學者來說 春夏秋冬它應該是算是不同種類的 因為它不是名詞嘛 就是不同種類 但是對於在一年中它如果是連續的 就是Q1、Q2、Q3、Q4 它是用來表示這種連續的變數的話 其實也是會有人用折線圖去連接它們的 好 好 那長條圖很萬用 它也有一些變體 那這邊為各位同學介紹瀑布圖 Waterfall Charts 它事實上是用長條圖作為基底 同學可以看到長條 它其實把那個白色的部分往下延伸的話 就會是跟剛剛一樣的長條圖 那它的技法在繪圖工具中就是 也是類似告訴程式說 我要把它剪去前面的 然後用白色遮起來就可以畫出來 它算是跟其他經典圖表相比 是比較晚近才被發明的圖表 它不是由科學界或者是統計數學家發明的 它是約莫在2008年左右 由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所發明的一種圖表 那這個圖表同學可以觀察一下 自己面前的投影片 它是用來 它很適合用來表示一個數據點的歷程 比如說起始人數是100位 然後加了30位 再加8位 再減12位 再減10位 最後是116位 那它的重點當然不會就擺在中間的數量 它的重點擺在中間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變動的情形 所以如果像主管或者是老闆呈現這個表格的話 他們可以非常迅速的看見 就是轉入的人是8位 然後轉出部門的人是12位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所以瀑布圖是一個關注在它的變化的一種圖表 那人口金字塔圖這邊就也許不用為各位同學再多加說明了 我們小學的社會課本啊 中學的社會課都有相關的資訊 它其實就是一個橫躺的長條圖 那這個橫躺的長條圖 其實在表現趨勢上面壓密的話是非常的明顯 那我們比較有趣的應該是這個顏色吧 同學可以觀察一下男性跟女性的這個顏色 會覺得比較有趣的狀況是 因為現在男性藍色 然後女性代表紅色其實是20世紀以後才有的色彩符號連結 那在現在這種顏色中性化 還有性別平權的運動中 其實大家也開始在審視 是不是還要繼續將特定的顏色綁在特定的性別上面 那各位同學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 嗯 還有待觀察 因為等一下我們也會跟各位同學說明 當顏色的分布不符合觀者的期待的時候 有可能會產生錯誤 因為我們在設計圖表的時候 要考慮到觀眾在閱聽跟 摄入圖表在處理資訊的種種 如果我們今天故意將顏色反轉 我們給男性紅色女性藍色的話 會不會反而有觀者因為不符合期待 而把圖表解讀錯誤產生困擾呢 所以這個部分是讓同學去想想看的 那我們也可以讓兩個顏色用相似的 都是冷色系的一個藍色或是一個綠色等等的 讓同學想想看顏色跟符號的關係 好 那我們回來單一的變數 好 那今天在建文課裡面 我們要特別highlight一個圖 就是圓頂圖 好 圓頂圖 我這邊擺了一個標籤是 從今天開始跟他說再見 那為什麼從今天開始要跟圓頂圖說再見呢 其實是要用聳動一點的標題 讓大家留下印象而已啦 事實上好的圓頂圖還是有它的優點的 可是其實可惜啦 就是以我自己的專業去看 現在在市面上走跳的圓頂圖 大概有90%都有很多很多的缺點 圓頂圖它是變成是大家都立刻想要資料圖表 也許腦海中都會略過的一種圖表 甚至如果同學在打Data icon 或者是要在網路上搜尋 代表資料的符號的時候 圓頂圖大概都會出現 它是用於描述一個變數中 有不同種類數量的比例關係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是用百分比標示的 360度的一個圈代表百分之百 然後在各個角度裡面呈現它的百分比標示 為什麼我們最好不要用圓頂圖呢 其實如果只是單純呈現 類別資料的比例的話 圓頂圖似乎是首選 但是其實總是會有更好的選擇出現 比如說我們在論文裡面 直接寫純文字就好啦 第一個類目佔60% 第二個類目佔20% 非常精準嘛 然後另外也可以用長條圖 來顯示比例 雖然沒有辦法一目了然 但至少不會誤判 那為什麼圓頂圖很容易讓人誤判呢 這是源於人的眼睛有感官上的限制 如果差距微小的話 這個扇形的角度 人眼很難看到就是細微的差異 但是如果是轉成長條圖 只要有一點點高低的不同 人眼其實可以看出來 27%跟32%還是有高度上面的差異 但他如果轉在圓頂圖的話 人的眼睛不一定能看得出來 就要靠數字的輔助 另外一方面在3D的圓頂圖當中 因為透視的關係在前面的物體大 在後面的比較小 感覺有點像什麼名眼 好 那在靠前的種類看起來面積更大的話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我們所以為的那一個角度 事實上在靠前的時候會看起來更大 那就像這邊這個3D的這個圖 就是其實他們都是一樣的三分之一 但是他在視覺上會膨脹起來 那一樣的話如果是改成長條圖 然後在旁邊寫比例是百分之百的話 其實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好 那 好 這邊剛剛說過透視的原理 然後另外一方面還有比較困擾的是 當種類 種類的種類過多 比如說超過6個 超過5個的時候 像這個失敗的圖表 他大概有20來個吧 光是顏色的判讀 還有就是他的那個比例 其實都難以被看見 然後更不用說 同學可以看到多個圓筆圖 就並排的時候 其實非常難去比出一個高下 不如直接看到平整的資料表格會比較容易 不過同學可能會有好奇 那是不是還是有使用 適合用圓筆圖的時機 有的 當數據的比例一目了然 而且可以藉此傳達強烈的意象的時候 像左邊這張圖表 就是我覺得還蠻適合用圓筆圖的 因為他66 2 3 10跟1 都剛好差蠻多 然後人的眼睛都可以看見的 那如果擺成右邊的那張圖表 好像也可以 所以這個地方就讓同學自己去選擇了 那可能因陰情境有不太一樣的狀況 那比如說在論文裡面 我可能乾脆就直接用說的 直接報告66 2 3 10跟1 或是用右邊的這張圖表 那我可能就不會用圓筆圖 就是用佔空間 然後又可能會浪費墨水 印出一大塊的圓筆 好 好 接下來是我們結束了單一變數 我們來到了兩個變數 也是各位同學在實驗中或搜Data的時候 很常會遇到兩個以上的變數 各位同學應該已經很熟悉三點圖了 然後三點圖其實就是用XY軸 有兩個變量去顯示出它相對位置的一個散佈情況 那右邊的這個三變數的氣泡圖 其實是加上一個第三個變數 通常然後它用面積的方式去呈現它的量值 這個第三個變數通常都會是很需要呈現的量 那比較常遇到的例子是人口啊 或者是收入啊 或者是一些數據可以快速拉開的一些變量 那這樣子圓圈的面積越大 氣泡越大的時候呢 可以顯示出除了閃點圖以外的第三種資訊 那氣泡圖的話第三個變數需要是連續資料的 因為就像剛剛說的 它有可能是收入或是人口這樣子 它才可以表彰出來 那另外同學可以再看回左邊 這邊要跟同學介紹一個 可能是有部分同學今天才第一次聽過的 一種新型的圖表 叫做連線閃點圖 Connected Scatterplot 它是其實是基於閃點圖開始 但是它加上了第三圍的時間 那它跟折線圖有什麼不同呢 好 那這個連線閃點圖 跟一般我們認知的折線圖是不太一樣的 折線圖我們剛才說過它是描述單一變量的圖表 那個它只要依序就可以把它標示出來 但連線閃點圖的特性是 它會因為時間而連線 所以第一個點會連到第二個時間出現的點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這張範列圖表 它是美國線上訂房網站 營收跟旅行社數量的關係 所以它的X軸是線上訂房網站的年度營收 然後它的Y軸是實體旅行社的數量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大盤的趨勢 應該是就是下滑的 就是實體旅行社的數量越來越少 然後那個訂房網站的年度營收越來越多 對好那這邊跟折線圖最大的不同 是同學看到這個2008到2009的時候 它就是跑回來了 它的時序不是一直在往前進的 那個是折線圖 因為折線圖的X軸是時間碼梯 所以data只會一直一直往前跑 現在各位同學腦補一下 我們最近常常看到的疫情的資料 那確診數啊這些都是會持續的往右邊就是前進嘛 但連線閃點圖它不受這樣的控制 它的X軸不是時間 所以它不需要資料一定是一直往右邊前進的 它可以根據它的時間特性去做連線 所以像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它2008跟2009之間 它有小幅的彈回來 就是線上訂房的網站 可能因為當時雷曼兄弟的金融風暴影響 它的營收是下降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往左邊前進的一個資料點 好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叫連線三點圖 好回來講一下氣泡圖的例子 這個是我目前認為最有名的氣泡圖 它是一個已故的 我很尊敬的資料科學家Hans Rosling 同學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看到點頭 它的著作叫真卻 常常放在各大書店暢銷書的Top10 那它在2000年代初期的時候設計出這個圖表 然後我這邊希望是有音訊 可以讓同學看一下它的影片 那我們也稍作休息一下 然後我現在要試試一些我從來沒有做過 在真正的空間拍攝 跟隊伍的技術力提供 所以我們開始 首先是健康 生命期待 從25年到75年 Y 軸是一個國家的平均餘命 X 軸是收入 它將要視覺化不同的國家 人口跟收入 對不起 壽命跟收入的閃點圖 這其實是一個氣泡土 它的面積是人口的數量 它們是一個人口的地方 但是在亞洲和Africa 他們都在那裡 然後在西方的國家 更健康 更健康 現在我們暫停 以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新冠军疫情的影响 真是一件灵状 现在我直升到1920年和1930年 在连大冒险的大冒险 西方国家都向更加贵和健康 日本和其他人都在追求 但其他国家都在这里 他的颜色是周比 1948年代 1948年代的大冒险 国家都在连大冒险 吴奏的套图在军军 我生了 但是军事中的国家都在外面 比较多 美国家都在前面 日本被打了 Brazil被连 伊朵被比较少 但仍有短暂的生活 中国,印度,巴克斯汇 東京 reservation linguistic 壓力的 並且實在 這裡改造出了 現在真的是 更健康 更健康 chemistry 深激 ство ija acement 表白 Africa aber Cov 而其他人被疫苗和其他人被疫苗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世界 今天,在最高级的数据 最高级的数据 大多数人今天 住在中央的中央 但有很大的差异 在同时,在最高的国家 和最低的国家 也有很大的积极在国家 这些浮温显显示 但我可以分析 我可以分析一下 我可以分析一下 它现在有同一种健康和健康 以至今 那些人的国家 就是像巴基斯坦 如果我再分析一下 那些地方都像阿菲基斯坦 那些地方都像阿菲基斯坦 但还在今 除了大多数据 我们也有200年的运动 有超过的运动 好,以上这个例子 让同学记得 就是这个气泡图 目前最有名的一个 差不多是11年前 由Hans Ruffling所发明的 然后在同一片里面 也有附上这个影片的连结 同学可以回去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味一下 好,接下来 我们刚刚讲过了三个变数 就是气泡图 同学可能会有一点好奇 它的一个是收入 一个是寿命 然后又有标上人口 可是老师刚刚讲说 它不同的周别有颜色 那为什么只有三个变数呢 事实上颜色的那个东西 在我们的资料视觉画里面 称为标签 同学可以随时随地 就是标上不同的标签 这个标签可以是在图表生成之后 我们在后置 比如说我们在PowerPoint 或者是其他的Photoshop里面 再去标上的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用圈圈起来 或者是我们可以给定不同的属性 像刚刚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语言 或者是文化去分那个周别 所以我们可以给予它不同的标签 那通常这种标签 我们在资料视觉画上面 就不算是属性 这是属于后置 我们可以处理的范围 它跟变数的本身是 可以分开来讨论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到 多变数的情况 刚刚的这个Bubble Chart 是三个变数的 那多变数的图表其实不多 今天只跟同学介绍两种 第一种叫做平行坐标图 就是Parallel coordinates 平行坐标图 这个案例是 iOS里面百万级下载量的APP 它的属性分析 然后它这个原理非常简单 它就是把每一项类别都数值 然后每一个 同学可以在心中想象一个表格 每一个APP它都有 评价的资料 评论数量的资料 关键字数量的资料 总下载量跟价格的资料 然后在每一个轴线中 找到那个APP的点 然后把线连起来 然后他们就把这全部的APP都放上去 然后呢 平行坐标图可以告诉我们一种趋势 首先 总下载量跟价格好像满有关的 就是总下载量越高的 很高的这些APP 它们价格都很便宜 可能就很靠下 然后关键字数量这边 倒是还蛮平均分配的 那平价星级也都 看起来有点 稍微偏写在三星跟四星这边 所以平行坐标图 是用来看大盘的趋势的 但是它的缺点也很多 同学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把评论数量跟价格 调换位置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很难看出 总下载量跟价格的关系了 所以平行坐标图一般都只是 用在相邻两个属性 有办法看出它期间的规律 或者是patents 如果是价格跟评价星级之间的关系 哇 那我们人也没有办法追溯回去了 所以这个是它最显著的缺点 好 另外一种多变数的图表 同学可能小时候也常常看到 有一些作品里面 在分析人物的属性啊 或者是一些产品的特色的时候 常常会使用心状图 那心状图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刚刚的那个平行坐标图 我们把它拉开 然后圈成一圈 圈成一个心状的样子 那这里为各位同学带来的例子是 某庄园咖啡豆试影分析在苦度酸度甜度 蠢度跟余韵上面 它跟平行坐标图最大的不同是 同学可以看到这个苦度酸度甜度 它的那个scale 它中间的距离是要一模一样的 比起平行坐标图好像相对自由一点 也可以是像平价一样 就是五星的这样子的依序排列 也可以像价格一样这样子是连续型的变数 它好像稍微比较自由一些 那心状或我们称雷达图的这种表现方式呢 它就是所在单位尺度要完全相同 然后越靠中间的是那个量是最小的 然后到最外面是最大的这样子 为各位同学补充一下 不过它还是有优点 就是心状图其实是非常讨喜的一种图表 在很多比较适合大众浏览的 像一些观光手册啊 产品手册里面看到心状图 其实它非常的亲民好懂 是一种蛮讨喜的图片 好 接下来我们在了解图表性质之后 还有一些用途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些比较轻松的心理学 老师想跟各位介绍一些 视觉化背后的心理学原理 那我们会关注在人类的感官 还有认知上面 那了解这些原理 或许对我们后续再加上图表细节 会有帮助 我们今天会介绍到的三种基本的原理 是克里夫兰跟麦基尔的实验 还有那个Pretentive前注意处理的这个概念 以及心理学的顽形法则 首先想让各位同学跟左右邻居讨论一下 如果这个左边是表格 然后右边是一个斜坡图 就类似折线图啦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图表 要找出顺差 顺差就是出口大于进口嘛 要找出顺差的国家是A图表比较快 还是B图比较快 那同学跟左右邻居讨论一下好吗 我们这位同学可以试试看 您觉得是表比较快还是图比较快 我会觉得是图耶 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了 有有有 我会觉得是图耶 因为他用那个就是斜线 就是那个斜率就可以表现说 他的那个处差角之 非常感谢 这个不是装着 但第一位就是提供了 也是我的答案 其实观察一下斜率就知道了 他斜率的正或负就可以表示出 顺差或是逆差 所以其实观看情境啦 如果这个数据是要找出所有的 国家顺差还是逆差 就其实观察一下斜率应该是最快的 反而是用左边的图表 我们要去用认知 我们要一个一个去找 所以其实同学应该已经有点 察觉到这个活动的意义了 如果是表格的时候 表示我们大脑需要处理那个数据 我们是要去认知那个资讯 但右边的表的话 我们是直接用感官去感觉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一个 也继续跟左右邻居讨论一下 如果找出进口大于1000亿的 他是10个billion 找出… 对好 没错 找出进口大于1000亿的国家 请问是表比较快还是图比较快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觉得 如果今天找出进口大于 这个一个数字的国家 我会觉得 我只是要找一个数字的画表 可能会比较快 所以我个人有小小意见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也是跟我答案一样的 嗯 不过我是稍微有点作弊 我是用了感官的方式 就是他多出一位数嘛 所以我就会特别会注意到那些突出来的国家 所以如果这个表格是给各位散乱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把它排序一下 然后去观察他的位数 当然也跟刚刚这位同学讲的一样 表格当然是会比较快的 因为要找出比较准确的资讯的时候 因为那这边为各位补充的就是 在前面的话呢 是人的眼睛对邪律的感知还算敏感 然后这边我们的结论是 人对位置错落的感知 就大家会注意到有多一个位数 少一个位数的感知也还算敏感 那这些到底是我随便讲讲 或是大家用经验归纳的 还是真的有科学家做类似的实验呢 今天就为各位同学补充的是 这个 Cliflin跟McGill他们的 基本感知任务实验 他们一次比了十种 他们比了从最左边开始 跟各位同学一起看 就是位置的差异 跟没对齐的时候的位置的差异 长度斜率角度面积差异3D曲线弧度颜色明暗 跟颜色饱和 那其实这边就已经为各位同学排好 他最后的结果了 数字越小的排名越高 表示人的眼睛对这样子的量值最敏感 最后面的就是受撤者的估计没有办法那么准确 那跟各位同学补充的是 这个实验没有考量到受撤者的反应速率 就是他只要让他在那边盯着一直看 然后他可以写出他的变量 然后够不够准确 所以有人可以看1秒 有人可以看10秒 他没有操纵这个时间的反应速率 而是在那边让他看好看满 然后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效果最好的就是在同个尺规下面的位置差异 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看到的情况 这个Cliflin跟McGill他们的实验 在资料视觉化的启发就是尺规啊 参照线这些可以帮忙我们的读者 精准判断数据这是必然的 那同理这边真的可惜有录影 好还是讲啦搞笑一下 那如果不想要让我们的读者 精准判断数据的时候 当然就是把尺规跟参照线拿掉嘛 那经典图表值得一用再用 像我们刚刚说的直方图跟长条图 折线图散点图全部都集中在前四种 就是位置差异 长度差异跟斜率的差异 那比较我们刚刚说的 要跟圆柄图说再见 尤其跟3D的圆柄图 那就比较5 6 7 8后面的这种差异了 然后所以才会跟各位同学说 其实拒绝它是有理的 是说人类的眼睛对它们的量 变量比较没有那么敏感 另外颜色的漸层 其实现在方间上 或者是学术论文中很常看到漸层的使用 最浓的是深蓝 最浅的是白色 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表现 其实人眼是看不太到它其中的差异 没有办法决定 极端值也许可以 深蓝跟白色我们看得出差异 但是在附近的量值的话 我们说不清楚其中的 gap是多么的准确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想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心理概念 叫preattentive processing 前注意处理 这个行为科学的术语 它的意思就是说 前注意的程序就是 它在大脑的一种很低阶 它不用很多能量中 就可以感知到的一种现象 人类脑中有一个区域是可以快速的 就是处理这个讯号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叫salience 叫做视觉突出的特征 同学可以看到投影片中 红色的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就这样一扫过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红色了 不需要带走我们太多的认知能量 在前注意处理的时候就可以感知到了 那这样子的特色salience这种特征 人脑处理的非常省力而且很快 这样是我们可以来利用到的 那如果没有salience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图表 同学应该都知道熊猫在哪里嘛 老梗了熊猫在这里 那这张图同学有看过吗 请问里面哪里有马铃薯 欸其实 喔好我看见了 同学有看到马铃薯吗 在这里 节省大家时间 跟熊猫差不多的位置上 好 这个就是很明显没有salience 它的salience这些特征 都故意摆在红鼻子啊 紫帽子啊 或黄头发身上 去混淆了一个完全没有特征的马铃薯 所以这张梗图其实也可以当做是 我们在做资料视觉化的反省 我们千万就不要让我们想强调的资讯 变成了一堆仓鼠里面的马铃薯 好 那同样的颜色的美感 虽然同学会觉得 啊常常看到房间上面 有很多漂亮的图表 但其实专家都会觉得那些是不重要的 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折线图 或者是圆柄图 就用满了十几种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还要同学去旁边的图例去查找 哪一个是台湾 哪一个是美国 哪一个是日本 这样就会很痛苦 那一般我们在真正做资料视觉化 或甚至在学术写作里面的资讯图表的时候 我们其实会去把上面的这些颜色都拿掉 我们只注意我们想要表现的 就像刚刚前面那张仓鼠跟马铃薯的图一样 我们会有两种策略来做 一种就是增加显著点 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我们想强调的这个东西 变成是红色的 然后其他的部分我们就减少杂讯 我们让其他不重要的东西都变成一样的颜色 那在学术文章中给各位同学的建议 就是要考虑到有学者或是读者 他是灰阶列印出来的模式 所以通常我们在制作学术图表的时候 还会加上一点样式 让他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花花的 让他在印出灰阶的时候 可以看出他的差异 好 那就像我们说的前注意处理的改造策略 有增加显著特征 salience跟减少noise 所以像这一个原本的折线图 有五个国家 德西普西美 这样子的五个国家 通常我们直接用Excel 或是相关的绘图软体画出来的预设值 大概就会长得像这样子 五颜六色的意大利面条 好 那如果是经过处理以后 我们可以增加显著特征 我们把西班牙的字弄超大 然后我们再把红色的这个东西弄很粗 好 然后再减 或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策略减少杂讯 我们让西班牙维持原来 欸 我这边做错了 我把西班牙字变很大 好 那这边他就是结合两种策略了 他有用把西班牙的字变得很大 然后呢 再来他就是移除了其他四个国家的颜色 让他们变得灰灰的 好 那接下来同学试试看 因为同学现在前面有电脑嘛 希望电量都还足够 请同学到这个网址 有带自己别人的同学可以下载我们这个资料 然后试试看 我们的这个折线图已经为各位同学准备好了 同学就在里面去改改看 可不可以把一些杂讯去掉 然后加上标签 加上标签的方法 同学可以按文字方块 或textbox去加入标签 好 我们给同学一点点时间 同学有余裕的话 或许也可以利用这个资料 去试试看其他种的资料图表 不过也请再练习看看 能不能将增加显注点或减少杂讯 比如说去调整它的线条粗细 还有颜色等等的 让同学试试看 其实这样一个简单的步骤 就可以让同学的图表 看起来跟自己的同事 或者是同才非常的不同 好 各位同学现在是7点35分 然后刚才跟助教讨论一下 发现有点讲不完 所以我们可能语速要快一点 好 接下来第三个 跟各位同学介绍的心理学原理 是完心法则 有说过普星或是类似心理学的同学 可能都有听过完心法则 所谓完心法则就是在接近性 相似性封闭性跟连续性上面 有各种不同的心理现象 它其实就是一种大脑会看过去一个物体的时候 我们倾向把相近的东西看成一组 比如说像这个 它相近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 它的这一列一列的是三列 我们不会用这样子直排的去分它们的组别 那一样的图形遇到颜色的分类的时候 我们会寻找它的相似性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了红色的 我们觉得它们是一组的 蓝色是一组的 封闭性则是我们人会去脑补这样的形状 是三角形 事实上它可能只是三个V掉在地上 我们就会自己脑补成它是一个连续的三角形 或是连续性它也许只是三段线条掉在地上 但我们就脑补成它是一段连续的线条 只是中间被截断等等的 那像这样的完形法则要怎么运用在资料视觉画上呢 其实我们每天都看得到 那像刚刚的那些闪点图 颜色标签的例子就是因为利用了相近跟相似的原则 因为我们认为颜色形状大小方向相同的物体 会彼此相关 那很著名的一个图是总统大选 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 Twitter转发了网路图 这距今也有16年了 那红色的话就是共和党的代表色 蓝色是民主党的代表色 他们是使用颜色的区隔 让观者可以看出两大阵营 那个Twitter转发的网路图 所以应用这两个完形法则的原则 在资料视觉化当中一样 就我们适时的加入特征去区隔我们的资料 然后辅助我们读者去导引他们的思维 要让他们看我们想他们看见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是封闭原则跟连续原则 像同学看到投影片上面 观者还以为这个曲线会持续上扬 事实上没有 所以如果我们要操弄这个图表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个它下降之前的时候 把图表截断 那这样子观者就会以为是持续上扬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很喜欢去认为 那个线是连续接续下去的 那所以另外一方面 我们还可以因此去简化一些图表上面的墨水 我们可以扫了边框 因为读者不会 观者不会因为扫了边框就看不懂图表 然后连续原则也常常被用在市场或金融产品当中 去让观者看一些趋势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我们脑补他的趋势 那也常被用在影二扬善的地方 那同学在写这个学术写作要特别注意 因为学术写作就是要integrity 要正直 然后这个部分要小心使用 好那刚刚讲到不少颜色 那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更多的视觉化元素 这边都是大概念了 同学看过去就好了 颜色在资料视觉化当中当然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忽略了使用者预期的颜色的话 可能大家视觉上会产生冲突 然后如果像刚刚讲的浓淡的颜色没有掌握好的话 观者没有办法看到资料的连续性 比如说当四个种类的时候不同的色相 从绿色草绿浅绿到黄色 观者好像还可以分辨 但当一次十个的时候 人的眼睛就没有办法那么敏感的觉察色相了 如果这个东西是印在书本上 或者是 如果这个东西印在书本上的话 就更难取决它的差异 如果是在萤幕上我们有时候还可以hack 我们可以用颜色取样去看这两个颜色到底一不一样 但是在书本上就其实蛮难分辨的 那另外刚刚跟各位同学讲了 忽略使用者预期的颜色 我们同学来看一下这张图好了 茄子、红萝卜跟绿花椰菜 那用这个很极端的例子 最后意思是茄子感觉大家都会觉得 应该要配紫色那个 然后红萝卜应该要配橘红色 绿花椰菜应该要配绿色的那个 那这个例子当然是有点夸张 但是其他飙色问题 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国家的代表色 球队代表色跟政党的色彩 如果标错的时候 读者其实也会很想去抗议 或者是会产生困惑的 好那刚刚我讲到连续色相不太好分辨 浓淡也不太好分辨 那我们给各位同学的建议就是 要让色相或明暗的排序去混搭使用 所以像这边比较好的例子 上面这六个颜色应该是比较好观察的啦 因为它从黄色渐变到咖啡色 那下面的话是由紫色渐变到比较中红色 再渐变到棕色 那如果是色相跟明暗去混搭的话 好像人的眼睛比较能看出差异 好那这是单一的连续颜色的部分 如果是类别颜色的部分呢 这边为各位同学补充一下 首先是互补色 互补色就是按照尝试 我们当然知道它是色轮对面的颜色嘛 不过如果在资料视觉化当中 我们常常用来代表两方 就是两边属性差满多的 互补色传递的讯息是相对的饱和的 然后它有时候甚至会传递一种针对的讯息 所以其实用在学术写作似乎是还好 但是如果是一些内部的决策或什么的话 同学可以斟酌使用互补色 然后改用分离补色 就是它先固定一种颜色 然后它对面的两边 就会是它的分离补色 所以同学可以看这个三国失业率比较的 这三种颜色 就是有一种紫红色 然后浅绿跟浅蓝 它们看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强烈对比 好 那这边为各位同学整理一下 互补色会传送相反的讯息 分割互补色一样让颜色很明亮 但是它减少比较针锋相对 然后但是三种颜色又长得很不一样 所以我其实自己在食物上 我比较喜欢使用分割互补色 那两元变数或两极结果的话呢 就会使用互补色 这边有一个小冷知识 其实也不算冷知识啦 来考一下各位同学 为什么常常我们在使用绘图工具的时候 第一组出来的对比色都是蓝色跟橘色呢? 它其实是有意义的喔 为什么不是蓝色跟红色 或者是橘色跟绿色 而是蓝色跟橘色 有同学想要猜猜看吗? 嘿 请说 啊 谢谢 对 这是正确的答案 因为蓝色跟橘色对于色弱 还有色盲的观者来说 还是可以分辨出来 所以它其实是有无障碍方面的考量 所以蓝色跟橘色 其实也是蛮安全的颜色 另外冷暖系是一种跟色温有关系的选择方式 它其实没有什么绝对方式 它就是选色轮的同一边的颜色 比如说橘色跟红色 橘色黄色这样子的选法 那矩形配色是一个比较有趣的 它一样是选相近的两色 色轮同一边相近两色的 对面的另外两种颜色 那同学可以看到这个矩形配色 就是配四个国家 它其实看起来还算蛮和谐的 然后呢 矩形的配合 矩形分割色 其实可以 因为它两侧是有近似的颜色嘛 就是橘红跟橘 然后另外一边是紫跟绿 或有点蓝 所以它可以用来比较两两性值 比较相似的国家 比如说两个国家在亚洲 另外两个国家在欧洲 就可以使用这样子矩形分割的选法 那冷暖色的选择要谨慎一点 如果想要对立的话 就是冷暖各选一个 那如果不是要用对立的话 可以在相同的地方同侧选色 比如说都选冷色或都选暖色 那这边是跟各位同学补充的 好 那最后一个阶段呢 同学可以放轻松我们看一下一些艺术的作品 今天中间的这一个图表呢 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图表 它就是在说美国的参众意愿花在竞选活动上面开支是年年的升高 那资料的视觉化手法很多 但是有完整体系的人比较少 今天为各位同学介绍考古就是讲一些故事 那有一个派别叫做Edward Tufty 右边的这个塔夫特 Tufty派是一个门派 然后左边的这个 Nagel Holmes 他是 荷姆斯呢 是另外一个派别 同学在自己的同学上应该看到了 两个派别的风格是非常窘异的 荷姆斯他其实发迹是在报纸上面的 新闻上面的资料图表 他常常用比较夸张跟比较艺术的手法 来呈现一样的资料 然后右边的Tufty他则是走超级简主义 他连这个长条图的左端都把它消化掉了 然后那个框线也不见了 就是要让一切的墨水剪刀最低 那这个荷姆斯 他的图里面有个概念叫embellishment 是我们在资料中的这种装饰跟文饰 他做了很多的夸饰 然后以及他有一个很强烈的风格是 他的图表会出框 就是有一种恶搞的感觉 他会出原本的框 然后去创造一种比较吸睛跟渲染上面的感觉 那这三幅画作都是他的作品 所以其实他不好好画一个那个长条图 他就是会画这个结合的 然后还有他不好好画一个折线图 然后就画一个人在这边 所以他是今天我们常常在方间看到infographic 就是这种资讯图表的始祖 就是他的这些装饰跟这种漫画的 夸张的感觉 其实给人留下很强烈的意象 那这边稍微让同学在跟左右邻居讨论一下 这张图有什么问题 这张图也是荷姆斯的作品 然后他主要是在讲美国的家庭医生的数量吧 没看错的话 然后跟人口的比例 然后他想要表达的是 从1964年的时候呢 还有27% 然后到1990只剩12% 请同学跟左右邻居讨论一下 这张图有什么问题 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跟左右邻居讨论一下 我们 这位同学帮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那个就是 三个医生 就是前后1975跟1990的比例差很少 所以很难用途 就是那个医生的比例词 就是很精准判断他的数字 然后16到17就可以比较明显差异 就是没有比较明显差异 所以要判断精准的话还是能看索的 对谢谢你 事实上的确是 这张图其实他前面就是做效果嘛 他把前面27%的这个家庭阴神就滑得非常大 但其实16跟12只有差4% 那其实是以数据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图 他其实非常的扭曲他的数据 因为27%其实只有比12%的两倍再多一点点而已 但他透过长跟宽的二维放大 他其实实际上大家感觉像是大了五六倍之多 他在面积上面感觉好像比12%大了五六倍之多 就像刚刚那位同学讲的 不管是要细微的差异 没有办法辨别用人物的大小 还是只能看数据才可以比较准确的获得他真实的比例 那这张图就是荷姆斯常常被批评的原因 就是资料图表本来他的主角就是资料 那透过这样子渲染的方法 反而会让读者误判他的资讯 然后也许如果有再加上设计师可能有些恶意去操弄这样的视觉效果 感觉好像不是很稳当 后来那个Edward Tufty这个学派 他其实提出来的刚好就是跟荷姆斯的特点 去打击他的特点啦 他认为图表就是应该要省墨水不浮夸 不需出现都不要出现 图表要真实的去反映他的样貌 资料的本质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比喻叫做Data Interactual 资料墨水比 他不是真的有其中的公式 他只是用metaphor 他是用批语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该图表中的所有墨水总和 跟使用在重要数据上的墨水 那个比数越大越好 就表示只有真正重要的数据才需要墨水 其他的什么边框啊或是甚至有时候 Excel后面不是还会带网格 就是秘密的那个网格 那些都不应该要出现 因为那些不是用在重要数据上的墨水 那同学回去如果有空的话 其实可以点选我们下面给各位同学提供的 这一个动画 可以看到他一路从左边的这个 后面有grid的 有网格的 慢慢慢慢的 他连线都拿掉 他利用完形理 完形原则 他是用白线 就是他留白 欸这个要怎么讲 就压一条白线过去 那观者可以自行脑补说那一条白线 消失的白线是一个框线 所以他是一个很省墨水的一个展现 所以这样子的简洁只凸显重要讯息的 在Edward Tufte 的学派被称为 高资料墨水笔的图表 那在就是这种装饰太多 跟资料无关的重点都放上去了 这种就叫做低资料墨水笔 好 但是啊 Edward Tufte 最后终究是走火入魔了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右边下面 他后期简化到这个样子 他连 他连就是那个看起来像bar chart的东西都不给他了 他就是一条线然后加一个小勾勾 第一次看到的人也许完全没有办法了解边界在哪里 他已经变成完形使用的极致 就不太能确定他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了 应该是一二三四 应该是八个资料点吧 然后两两相译这样子 逐步修剪成最右下角的样貌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以学术写作来讲 也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示范 因为读者看到大概也没有办法读出数据 然后也没有办法知道资料本质到底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跳过了啦 就是Edward Tufte 的图也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他跳过了所有的数字标签 他虽然达到了最高的资料墨水笔 但是也增加了判读图表的困难 好 那这样的风格流派到底哪一边胜出呢 其实同学应该可以预想到答案就是case by case 看情境而言 一般的设计作品 一般啦就是现在2020的美学是比较偏极兼主义的 所以其实还是能满多看到就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产品 或是学术论文里面是比较偏向Edward Tufte 的样貌 比较极简的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游戏啊新闻中 需要吸睛的场合看到左边这样子比较夸视的演出 那这就是看情境然后去做选择了 那最中间的图表就看起来是中规中矩的一般学术文 论文里面会看到的图表 那如果同学做了左边或右边大概也是会被指导教授念说 怎么数字也不飙然后框线也都不好好画清楚吧 好那就交给同学去思考了 那今天的课程差不多在演讲的部分就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有设计一些活动让同学动起来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总结篇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上面上的内容 那顺便我们的量与TA可以把我们的个案发下去 对对对对 那诶等一下我们要先分组好了 同学大概抓三四位同学可以 四位同学一组好了 大概跟前后左右的邻居大概四位同学一组 那个量与TA就抓一下量就是 一组一份而已 对对对对 好每一组的同学应该会拿到四张 就是彩色列印的图表 我们谢谢讲他同仁支援 这样实在太开心了 彩色的列印 那我们的总结篇是再让同学看一下 我们一起甩开不好的图表 它还挺问题 好那常见图表常见的问题 就是 他可能会有正确的资料 但是错误的图表 或是圖表本身有很多限制 比如說他顏色太多 他使用了圓柄圖 或他企圖誤導 或是裡面還有夾帶一張 他是正確的資料也是正確的圖表 但是哇他傳遞出來的訊息有夠薄弱的 不如用一句話就可以寫出來 另外也有可能是一切的一切都給 讀者或是觀者太多的感官負荷 所以同學們可以來使用這個 TreeFact Card Check it out 就是看看他想傳遞的問題跟訊息是什麼 他的視覺傳達了什麼 然後他的數據表達了是什麼 這樣子的三元素去看看 他是不是一張好的圖表 再講一次他的問題本質是什麼 視覺傳達了又是什麼 會不會其實跟他想要表達的事情不一樣 然後以及他最後數據表達了什麼 那同學現在就進行我們的小組活動 那請各位同學利用接下來的五到十分鐘 我們等一下看大家進度 我們抓一下時間 同學分別分配一下時間 大概每一張個案 我們討論個兩分鐘三分鐘左右 去批評一下手上拿到的圖表 去點評一下 不一定全部都是壞的 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好的 請同學看看能不能看出這四張表當中的 我們給他一些批評這樣 好 時間開始囉 好 各位同學我們差不多就到這邊 好 同影片上面也有提供給各位同學這四張圖表 那首先我們就先來看比較沒有爭議的部分 首先是這張啦 這張是正確的資料可是錯誤的圖表 同學看一下喔 他是想要去假想在使用Google Maps的使用客群 欸 這個圖是真實發生的喔 現在如果打關鍵字 這篇文章還存在medium上面 很可怕喔 他是說整體是百分之百 然後使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用公交 他明明是台灣人 使用公車的旅客呢是百分之二十七 開車的旅客是七十 然後走路的旅客是百分之三 所以他總共加起來是100% 也就是適合用圓柄圖 或是用直條圖呈現的一種圖表 不知道為什麼他用了那個常態分布圖 就是那個中旬曲線的normal distribution的圖 然後呢 因為之前在準備教材的時候 就使用了這張 然後我們非常熱血的助教 不是這位亮語助教 是亮語助教學長 還跑去那個pose下面跟人家吵架 還說你不能用這個圖啦什麼的 然後對方還辯解 所以就無聊沒事的 各位同學們深夜的時候 可以搜尋一下這個關鍵字 說不定可以找到這篇文章定寫 以及下面跟他吵架的我的助理 好 那使用橫躺的常聊圖就可以了啦 只有100% 然後27 70跟3 直接用數字表達也可以啊 公車自駕跟步行 不需要用no more distribution 那絕對是錯誤的 絕對這沒有什麼好吵的 一定是錯誤 老師說是錯的就是錯的 好 那折線圖中呢 如果選了不同尺度 這邊為同學補充一下 折線圖中選了不同刻度的尺規 資料就說出不同的故事 左邊跟右邊的折線圖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同學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Scale去操弄了 一邊是從他其實都4點多4點多 另外一邊我們把他最低弄成4.1 他就變成一個很劇烈的變化跟上揚 但其實他可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兩邊的原始資料完全相同 我們只是調整了他的Scale 那個Y軸的部分 就變成那麼大的差異 好 那這張樂透圖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張圖表 他就是所謂的正確的資料 正確的圖表 但傳遞非常薄弱的訊息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亂亂的 然後好像每期開出來的數字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其實如果是在學術報告中 或是給企業的決策當中 只要留下報表 或是甚至用統計檢定說 這個東西絕對是random的 跟主管或是其他同事報告機 可不需要還特別畫出一張新盤圖 以正清白 這個是跟各位同學補充的 好 那真奇異圖 比如說我們常講在資料和視覺畫技 常常講的意大利面條圖 就是五顏六色全部疊在一起 跟重複到不行的這種折線圖 或是看起來很像色弱測試圖 這種類似聰明豆腐擺在一起的 這種泡泡圖 或是我們常常在Social Network Graph 或是Networking Graph裡面看到這種網絡圖 他選錯演算法 所以他所有資料的節點都用重力聚集在中間 很像我們長頭髮的人 就是在地上掃到會聚集起來的那個髮球 這個叫髮球圖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就是這樣子的 選錯演算法出現的這種網絡圖 我們都會叫他hairball 好 那這個圖就交給各位學員了 剛剛各位學員應該有討論嘛 那我們也是隨機點一下 就是各位學員有沒有小組是自願想要分享一下 剛剛在這一張圖上 學員是否喜歡這個圖呢 如果 欸 要自願嗎 那就點一下囉 那可以請這組的同學幫我們講一下嗎 我們覺得這個圖比較像是新聞的動畫 喔 就是他可以俯瞰過去 對 然後他自己會轉過去那種感覺 如果他是靜態的話 其實一直看到西岸 美國西岸的一些圖 但你剛才真的看到一個橘色的髮好大 左邊插幾個好多個橘色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個 然後右邊如果這樣看說 那一群到底是什麼 但是因為他剛好寫腳的關係 也看不出來他點到的是哪一個點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當漂亮亮的動畫 不適合拿來分析看那個數字 就是讓你看好豐富 如果只是傳到這個訊息夠 因為我想拿數字的意義可能就差遠了 喔 非常感謝 您的答案跟我非常相像 就是覺得他在很多準確度 以及他顏色反覆對照上面 是非常不方便也非常不準確的一張圖 不過說真的他看起來真的很酷 就是尤其是他如果是動畫 可以3D建模這樣轉來轉去 其實不管出現在 presentation或是電視新聞裡面 都讓自己的作品看起來酷斃了 所以其實這張圖他還是有優點的 他非常吸睛 但是就如同剛剛同學講的 他實在不是一張看來可以精準判別資料的圖表 好 那接下來這張呢 有沒有我們換這邊的同學 有沒有小組的同學想為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們覺得綠色跟藍色不是對比色 所以不利於判別就是四個象限的不同 對 目前 那圖子之外有喜歡他的地方嗎 喔 沒有討論到這個 喔 沒有討論到這個 好 謝謝 好 其實這張是硬要放進來的啦 我還算喜歡這張圖 是因為他把四個象限的意義都寫在邊角了 其實我們平常在判別這種閃點圖的 四個象限的時候 像剛剛各位同學看到Hans Rosling 他不是也說這邊是poor and sick 然後這邊是help and rich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在做閃點圖的時候 在視覺的上面盡力之外 在文藝的傳達上面 其實這張圖他有做了一個表現好卻不幸運 表現差又不幸運 表現差但幸運 表現好又幸運 這樣子一個投手的表現 還有打線的支援等等 那不過就剛剛同學有講到說 他藍綠上面的確啊 就看到藍灰跟綠灰 因為這樣子的樣式不是非常的明顯 或許使用互補或是對面的這種等具互補 可能會比較好 除此之外想要請同學欣賞 他在四個象限上面標示著 讓故事很明確 讓讀者的眼睛一目瞭然 看到四個象限代表的意義 以及投手的分類 這邊是想跟各位同學分享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活動到這邊 這邊最後幫同學分享一下 今天課程所用到的書 那他都有中文版 可是我不想要分享中文版 是因為中文版的封面 跟中文版的文字都看起來完全不一樣 而且是非常像那種暢銷書的翻譯 什麼Google簡報書 然後什麼大老闆最想要的什麼東西那種 所以我覺得為了長久保持這個資訊的 簡潔跟精確 那介紹三本 Storytelling with Data Data at Work 跟Fundamentals of Data 這三本書給同學 這三本書同學只要加上中文或翻譯等等 就可以找到他對應的中文翻譯書 另外這兩本是 同學如果對剛剛的關心心理學或是視覺原理部分 比較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這兩本 Functional Art跟 Truthful Art 這兩本目前是沒有中文翻譯的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下次答案也42分 謝謝大家